哈喽 大家好 我是白丁 又是一支观众反馈就想看的笔 那也搞一支来做一下 那这支英雄880 首先看到 哇 好闪啊 好金啊 这整个金色 但是跟我电脑屏幕上面 我现在实体的金色是有点不一样的 屏幕上面的笔总是感觉比较唯美一点的 个人觉得 好 一样的 我们先把笔放下来对比一下 然后好 这支 那好 那现在看到了就是这一支 英雄880首先的笔是非常中古笔的一个笔型 能看得到那基本上这个粗细这个长短 那跟现场笔反正相差的是比较远的 但整支笔 我记得还有一支银色的吧 还有一支我忘记了 反正就是 都挺好看的 我个人觉得 反正就是啊 我对笔的话反正就是 啊 基本上就是啊 怎么讲的 除了最喜欢那几支吧 别的都ok 啊 我们看一下笔尖吧 啊 不可以 那这个嵌路 嵌路尖的了 我都忘了 那嵌路尖就不拿那个146来对比了 拿这支吧 还运 还是再搞一支 还是搞回来吧 搞回来吧 还是再搞一支 还是搞回来吧 搞回来吧 哎 好 哎 让我好好的放一下 然后呢 再来这支 哎呀 相当 好 地囊是嵌路尖的了 哦 这种是我喜欢的笔尖呢 或者像海运这种粘上去的啊 这种笔尖我比较我比较喜欢是这种笔尖 看起来比较好看 好 能看到的它整个笔尖的话好像是比 78G的这个笔尖还要再 呃 怎么讲呢 呃 小一点 呃 外观上面来看品项等等的都挺ok的 个人觉得 好 那笔尖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反正应该也能看得到就是一个大小的一个差别 那我们再下来的话呢 一个量一下这个重量 那我顺便把笔给收一下先 好 那盖上帽 呃 ok 好 首先呢 虽然这支笔细细的 但是总的重量也有21.7克 那比平均的20还要再高一点 那拔帽的一个高度我看啊 拔帽的一个重量也算是偏重的 因为从它这个体型来讲的话 因为我的重量标准的话这个就叫轻了 那13.5嘛 然后你看一下我这些上满墨的上满的还是9.6 上满的还是 而且它上木量肯定比呃 这支还比呃880还要大 那这支的话总体来讲的话 嗯 对 13.5 那是 哇 有点小紧的 可以可以 ok 整笔看起来还挺新的了 我再量一遍 对 13.5没差啊 好然后再下来呢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个笔杆了 一开始就是为了他这个笔杆来买的 因为中古笔很擅长在笔的一个纹路上面嘛 就是很擅长在笔上面玩各种的纹路 那像喜欢中古笔的他们很多都会说偏向说 笔还是有一点点的纹理那 相对来讲会给给人觉得是怎么讲 比较有诚意 那像我个 ok 像我个人的话我是喜欢速一点的笔呢 那整支笔看一下 首先的话前后的一个关系 就外观上面的关系 这里斜这里斜长短哪有各种呼应 对比还是可以的 然后这里的这 为什么能转呢 奇怪好刚看了一下还是 呃不太知道怎么回事 那继续回来我们这根笔的一个瓶项 那首先他上面这个纹吧 我个人他应该是一个金属杆 然后有一个滚轮 然后把这个纹给压出来这样子做的 哇摸起来的话比较上面 基本上好像我手指比较粗拉不到 啊笔的话反正就是在这个地方给人感觉也是相当的古老的这样子一种设计 像现代的话他的笔杆等等也会比较高一点 笔杆的话看起来还是就是有点流行 线形呃 光泽度等等我觉得还是差那么一点点 但是他整个形态等等的质量 我个人觉得还是挺ok的 因为通常就是价格很影响他的质量吗 我的定义是 那如果是他价格很低的 那有些 质量上的地方我个人还是会非常的妥协 好 然后再下来看一下他上面的这个纹路 比较看见的是没有写英雄的一个就是logo在上面 就他的一个商标的字在上面就只有一个小logo 平常都会好像会有一个字这样子 然后再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笔尖 我这个好拍多了这个笔尖 好笔尖的话能看到就是 好笔尖能看到就是常规的一个嵌路间 然后 一粒来讲也是算偏大的整笔来讲的话有 切妙的斜面有点小刀锋的这样子的一种打磨方式 那看起来也是一支专门写中就是比较适合写中文的一支笔 然后呢再看底部底部哦 好像不好拍到了呦 这个好可以好了 然后中打磨到也是挺圆满的 上面也没有看到任何的一个毛痕这样子 好那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看了这个笔尖 那再下来我刚刚好像忘记了就是开始量一下这个程度了 然后我给你们量一下 OK 136.878788这样子 然后呢再下来是看一下这个的一个笔握的部分 但这个笔握拿起来真的会觉得好奇怪 是这样子一个笔握 笔握的那就是平常我觉得偏细的是8.8 8.86个人是喜欢11多一点的这样子一个笔握 那算这个就是很看手的一支笔了 那你的手比较小的或者手指比较细的人 比较适合拿这样子的一支笔 然后再下来我们就干脆一点吧 直接开始上一下墨吧 好也是我不喜欢用的一个吸墨器 但这次的这个吸墨器为什么感觉质量这么好 非常光滑 而且不搁手了终于 然后这个压按下去也非常硬 不是不是新款的一个吸墨器 哇这个感觉这样就很不错了 这次这样子这个的话 而且这个吸墨器看起来也比较长 不知道是不是我错觉 但这个明显就光亮很多 是有什么差别吗这个 先上一下墨吧 ok 应该 看一下有没有 有 有上可以 因为这个吸墨器有时候感觉就是没上到墨 这样子一个感觉 可以就这样吧 好一样的一个四血阶段 是这个阶段 但还是他们有一个 我看到你 梦 我的ribly 嘞 姐 好 书写完以后 第一个刚看到的这支笔非常非常的细 另外写起来意外的手感不错 因为它这个笔握的地方比较长 然后我可以拿得非常的高 写起来非常舒服 笔尖上面比0.5的还要再细 我这支还是一样的 那个0.5mm的这样子一支笔 然后再下来的话 它这个嵌入间可能是我平常 因为我平常用的最多的就是这支笔 这支就是如果不算签名的话 我利用基本上就是每天都接近用的 海运的一个 就威迪文的海运嘛 这一支应该是好像是叫观影吧 那我用的最顺手也是这支笔 那可能是因为有有这个习惯 导致我用了这支笔非常顺手 非常舒适 笔的外观来讲 好不好看见能见智 但是它的粗细等等的 真的比我平常用的会细很多 比如我这里再写一下吧 你看就这个粗细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上 那当然呢我这支是一个M肩的 我平常用M肩的 那这支的话 嗯真的又是继英雄236之后 比较令人意外的一支笔 就令人觉得眼前一亮就鞋感了 或者它的外观等等 眼前一亮的一支笔 而且这支笔整个品项吗 非常的新的 它是属于新笔还是一个库存笔 真的 我感觉像是一支新笔 不像一支库存笔 因为它吸墨器等等的地方都很新了 总体来讲非常满意的一支笔 那就看这个外观对不对你口 书写起来真的感觉很不错 这个就是看它的尖和它的外观 如果你对口那这一支一定是一支好笔 好那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里了 有什么问题麻烦给我留言一下 或者我讲漏的帮我补充一下 那别人也知道就是别的一些信息 好下次见拜拜